撒加利亚说第六章 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天使回答我说 这是天的四风 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 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 白马跟随在后 有斑点的忙 往南方去 撞而出来 要在遍地走来走去 天使说 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 他们就照样行了 他又呼叫我说 看啊 往北方去的 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从贝鲁之人中 取黑带 多比亚 耶大亚的金银 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方亚的儿子 约西亚的家里 当日你要进他的家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 耶和华的殿 你们就知道 万军之耶和华 拆迁我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这是必然成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